端午佳節即將到來 新北市議員李翁月兒和台灣環保協會 為了幫助弱勢族群過端午 連續第四年舉辦萬眾飄鄉 關懷弱勢三如請活動 號召250位志工 在一天之內包出了2萬顆肉粽 連蘆洲區仁愛里里長林翁店也前來幫忙 雖然天氣炎熱 但大家分工合作 一點也不覺得辛苦 今天來參加這個爸爸長 歡迎做的感恩手 真的很快樂 很快樂 因為給我們機會服務社會 這個愛心祭今天實在不簡單 為百名兩點一組一組來進米的 五點切米的 開始辦一組一組 一家要辦兩萬顆的蔥 真的我跟母親會去 看見一個學會有辦法這樣做 民眾大白長榮等著領露眾 在端午節前夕 許多民生物品都喊掌 因此能免費提領這麼一大串肉粽回家 讓民眾非常感謝善心人士的關懷 我們很高興 大家很高興 大家很高興 大家都幾天 都很辛苦 感謝這些志工 就是幫我們這些低收入 收取這些福利 真的很感謝也辛苦他們了 這次除了贈重給蘆洲 三重東區的低收入戶外 還捐贈了4千顆肉粽給育城基金會義賣 另外也捐助創世基金會1千顆肉粽 送給街友和社會邊緣人 希望讓大家都能過個快樂的端午節 記者羅倫宏採訪報導 記者專門提示 記者說